这个月的16号 湖北省武汉市举行第40届国际横渡长江活动 那么在报道这项活动的时候呢 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是罕见的播出了毛泽东游泳渡长江的历史镜头 1966年 毛泽东在长江游泳之后就立即开始打倒刘少奇 邓小平 并全面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狂潮 那么当下中共官媒的这篇高调报道引发外界的各种揣测 我们先来看看相关报道 中共的喉舌之一央视在新闻节目中播出一段影片 作为报道武汉横渡长江活动的新闻背景 这段影片长近4分钟 讲述前中共党魁毛泽东 1956年到1966年42次游长江的历史 里面有毛的大量游泳照片和部分录像 报道说 湖北武汉每年7月16号举行的横渡长江活动 就是为了纪念毛在1966年最后一次渡江 与此不同的是 2010年央视在报道武汉渡江活动时 仅在体育频道播出一分钟节目 其中毛渡江的游泳镜头只有大约3秒 报道规格与今年相差很大 毛泽东1966年在武汉长江游泳之后 便立即着手打倒刘少奇 邓小平 全面推进文化大革命 此后游泳渡长江也成为一种政治仪式 现在还得去长篇的报道这些问题 还得去送扬毛泽东当年游长江 这是一个很反常的 显示有一个团体想做转 想这个还是要回到毛泽东的那个时代 大陆前新华社记者高瑜也谈到 毛泽东当年为了巩固权力 发起各种政治运动 大搞人民公社大跃进直至一手制造文化大革命 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 66年就是文革开始嘛 所以也就是这样了 就说明现在坚定不移的 要把毛泽东的一切错误都抹过去 以求得当今的中共政权的合法性 近来大陆官媒在关于习近平中国梦的诠释 废除牢教制度等方面 一直处于混乱状态 左右两派论战不断 被外界评为中共高层左右为难 进退失去 这其中左派言论曾一度喧嚣之上 毛泽东的阶级度争为刚 发动文革 发动这些不明真相的群众 特别是青年学生 打倒政敌 这一套办法 有可能还会被使用 香港媒体引述中国华东政法大学教师张雪忠的话说 这段时间官方意识形态明显左转 毛泽东家乡湖南的政法机关 开会时挂出毛泽东画像 中共高层也不断使用毛时代的语言 张雪忠认为 中共新任领导层 很可能想要通过左倾在党内占有更多话语权 从而稳固手中权力 但这不会是另一次文革的前奏 因为时空环境已不同 近期中共高层不断推出各种执政言论 包括前三十年 后三十年互不否定 中国梦 三个自信 也就是所谓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等 来试图为中共寻找执政合法性 合法性就是我们成绩是伟大的 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 对人民犯下来的罪错 是丝毫也不检讨的 7月11号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重回30多年前起家的河北正定县 并到有象征意义的中共老巢 河北省平山县西百坡村参观 也曾引发外界关注 大纪元新闻网报道 目前中共高层已公开分裂 习近平 李克强 与江泽民派系搏击升级 最令习近平头痛的薄熙来案 最近更是风声满天飞 这对于习近平来说 将面临一场政治上的决战 在此背景下 习近平的西百坡之行 有决心迎战之一